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 在我70岁的生日的时候 非常高兴的跟大家汇报一下 分享一下我们3000年的中医的 这个绝大的秘密 现在呢 这个巴金森是吧 全世界他都跟你说 去看医院的时候 是吧 都跟你说 现在明确的先告诉你了 这个不可逆 是吧 什么叫不可逆 顾名思义 不能逆转的 你就这样吧 到你再见那一天 就这样吧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是吧 我们呢 因为这么长的历史 我爸爸呢 60年以前 就教了我这个 是吧 去探索这个中医治病的原理 是吧 从小就呢 这个人家说你头脑一片空白 一张白纸好画画 是吧 就把那些东西 是吧 都给我印在脑子里了 接下来呢 你要有悟性 是吧 去研究去开发 他不可能 把你一千个病 两千种病 一个个跟你 一个个去教你 你也记不住吧 是吧 下面你就 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你也会变痛 是吧 这个西医呢 因为他那个是一个医生 基本上只看一个病 你也跟他说 我吃了这个药下去 这个肚子疼 睡不着觉 什么地方 这个孽气 是吧 气往上面走 火烧火烧的 是吧 使管倒流了 是吧 大小便吃紧了 是吧 他那东西 他也管不了 你去看别的课 是吧 我们中医呢 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你这 你入了门之后呢 你必须要内科 外科 避尿科 南科 副科 是吧 小儿科 你都能看 所以你都必须会看皮肤科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医学 是吧 很简单的说 那个帕金森 一个最最基本的 基本上大家都也不一定是颤抖 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颤抖 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你从头一直到脚 是吧 你的肌肉就像这个啄面一样 这么硬 你要把它松开来啊 不然你松开来 它把你人就像拿一个这个 特命胶带把你从头到脚 把你圈起来 绑起来一样 你只会越收越紧 24小时 你就这么使劲 越车越紧 越车越紧 这个人痛苦吧 他和老年时代也不一样 是吧 老年时代他不知道 他鼻涕把口水乱流 是吧 他不知道痛苦了 大小便拉了 他也不知道痛苦 所以巴金森这个东西呢 他24小时 脑子都清清楚楚 你想想看 这样一个人 24小时从头到脚 使劲捏着抽住的 你想象得出吧 外表看上去他不说话 你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巴金森 你不知道这么的痛苦 是吧 你想吗 手脚冰凉了 是吧 你想吗 吃东西吞咽也困难了 严重的方式脸也这样的 那叫poke face 是吧 没表情了 为什么 全部抽住了 再说话 再严重了 他那个舌头也变成一根棍子了 说话这样呢 你怎么弄啊 所以这些东西 是吧 肌肉 骨骼 神经 中枢神经 末梢神经 这个经络 你们看看这个人的经络 大学里教的 他有14条经脉 经络 是吧 然后呢 这里面看不见的地方呢 还有几百种 是吧 经络 美国科学学家已经探明了 这个经络是确实存在了 但他不探明 他只是用科学的方法 去证明了这个实在 他不探明我们三千年前 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帕金森啊 什么的 那个打个比方说一个很长的词 是吧 叫鸡尾缩 厕所硬化症 英文叫ALS 是吧 那这见动人 大家知道 没救 是吧 三到四年你就再见了 是吧 还比如说一个英文名字也是很长的 简单的叫IBS 简单的说老辣肚子 是吧 看一个人 是吧 你中医说 浴气 心情老不开心 乳房癌了 是吧 浴气 浴血大家都懂了 哪个浴气 上面浴了乳房癌 浴气浴到下面子宫癌 是吧 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中医一个得天独会的东西 你从一开始踏入这个中医的时候呢 学校里就开始教你 我们教你从头到脚 所有内科外科 妇产科 什么产后忧郁症 是吧 什么一切的医治病都会教你怎么治疗 是吧 这就是我们得天独会的地方 行 我们现在先暂时讲到这里 接下去我们还会讲 好的 下次再见 我们谢谢